大家好,这里是二爷故事 今天,中共官媒发出一条让世人震惊的消息 中共刚刚卸任不久的总理李克强 因为突发心脏病而去世 中共的官媒新华社的消息报道的原文是这样的 中国共产党第17届、18届、19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同志 近日在上海休息 2023年10月26号因为突发心脏病 经全力抢救无效 于10月27日零时时分在上海逝世 享年68岁 这个消息非常短 但是事情非常大 我相信很多人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感受跟我一样 就是四个字 难以置信 上了年纪的人有心脏病不奇怪 被心脏病带走也不奇怪 但是发生在李克强的身上就非常奇怪 根据外媒最新的报道 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披露 李克强是在入住上海的东郊宾馆 游泳的时候突发心脏病 这个消息属实的话 那么疑点就更多了 目前这个事的主要疑点有三个 第一 不合常理 我们都知道 中共的领导人 尤其是李克强这样 曾经位列二把手的郑国级领导人 他的医疗保健是非常好的 有自己专门的医疗保健团队 即便是他卸任之后 这种待遇也不会取消 如果李克强有心脏病 这种病往往都是有漫长的病死的 那么他的保健团队不可能不知道 也不可能没有任何的预防措施 你不要说总理这样的大人物 就是普通人 在现在的医疗条件下 如果知道自己有心脏病 只要平时做好随身的药物控制 那么突发心脏病去世的可能性都很低 心梗有八分钟的黄金抢救时间 你只要在八分钟内施救 完全可以确保性命无忧 说难听一点 一个人他就算是心脏骤停了 只要接上了心肺机 也可以维持几天的这个植物人的状态 不可能那么快就走 作为前总理 李克强走到哪里 都是有保镖和保健医生随行的 而且他住的还是上海的东郊宾馆 那是一个五星级的宾馆 医疗救助的设施应该是非常完备的 所以可以肯定 李克强就算是突发心脏病 不可能没人施救 也不可能没有相关的设备 这种情况下 他居然那么快就去世了 这怎么让人相信呢 第二点是事发突然 李克强上个月在甘肃的敦煌游玩 从当时的新闻报道上看 他的气色非常好 根本就不像一个危险的心脏病人的样子 大家翻翻历年来的新闻 中共的高级领导中 有心脏病的不少 但是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去世的 屈指可数 你在这二十年来的新闻中 都几乎找不到 别的不说 江泽民他就有心脏病 你看他也好好的活到了九十六岁 这李克强才六十八呀 中共的那些老家伙 你别说正国籍啊 就是中央委员 有几个六十八岁就走了的 在中共的领导人中啊 上一个因为心脏病而去世的 是谁呢 胡耀邦 但是啊 胡耀邦他也不是突然就去世的 他从发病到去世啊 整整经历了八天的时间啊 1989年的4月8号 中共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 胡耀邦呢 心脏病发作 就被送到医院抢救 直到4月15号 因为抢救无效 胡耀邦的胸部血管大面积破裂 才导致心梗而去世 李克强一个退休的领导 他都没有什么工作了 不开会也不斗争 按理说啊 比胡耀邦的情况要好很多 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呢 这是开什么国籍玩笑呢 第三个就是暴盗诡异 中国的高级领导人去世啊 尤其是正国籍领导去世 一般消息啊 都是滞后的 官方的渠道不会立刻就发消息 他一定要等中共为这个人的去世 定好调子 写好稿子之后 才会公布消息 大家看之前中共的高级领导去世啊 往往都是外国的媒体先放出消息 然后国内的媒体啊 才跟进 一般啊至少都要延后一天 甚至是几天都不稀奇 但是李克强的死讯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延迟 他是临时十分去世的 八个小时之后中共所有的官媒啊都统一口径发稿了 深更半夜啊 这个速度也太快了 给人的感觉啊 好像是早就准备好稿子了 就等天一亮啊就发稿了 这个呢实在是太诡异了 由于啊目前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啊 我也不能乱说 我只能给大家先说一说背景的故事 然后呢咱们再探讨一下可能导致的结果 大家都知道啊 李克强曾经是胡锦涛指定的接班人 他不仅是胡锦涛的老乡 而且啊成长的轨迹啊也是高度类似 李克强1955年出生在安徽的合肥 他严格的说啊也是一个红二代 只不过啊他的父亲是中共的一个中成干部 他的父亲啊叫李凤山 曾经担任过中共的安徽凤阳县县长 他中学的时候啊正好是文革 李克强啊就去了他老爸的地盘 凤阳县插队落户 当了一个下乡的青年 他还曾经担任过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 高考制度恢复之后呢 李克强就考入了北京大学法律系 他是通过高考政经的考上的啊 不是习近平那种靠老爸的关系走后门 而通过工农兵上学的那种人 所以他们俩人在数字上啊就有根本的不同啊 在北大上学期间 李克强的老师啊是著名的经济学家 利以宁 所以在经济知识方面啊 李克强啊确实是受过专业的训练的 而且啊李克强的外语水平也比较高 他能用流利的英语啊跟外国人进行交流 他的夫人陈红是首都经贸大学的英文系教授 比彭丽媛啊是高了好几个段位 曾经有报道说啊 他们夫妇两人啊在家中的时候啊 能用英语来交谈 李克强啊也是经济学的博士 他的博士论文啊 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过 1991年第三期 题目叫做啊 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 这篇论文呢 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的最高奖项 孙野方经济科学奖 虽然啊有人质疑这个奖项 是因为后来他升了官才发给他的 但是啊毋庸慧言啊 李克强啊还算是正经的学过经济的人 和习近平那种常用的字 都认不全的小学博士啊 那不是一个成绩的 李克强北大毕业后呢 就留在北大的团委工作 并在不久之后呢 就进入了中共的团中央 当时啊正好是胡锦涛担任团中央的书记 所以啊两个人就有了交集 1985年啊 中共的总书记胡耀邦 他就派了一个青年团去访问日本 这个青年团的团长就是胡锦涛 而副团长就是李克强 胡锦涛在被邓小平看上之后呢 就平步青云 作为团派的嫡系人马的李克强呢 也跟着沾了光 1993年啊 他就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就完全复制了这个胡锦涛的成长路径 1997年后啊 在胡锦涛的培养下 李克强啊 陆续被外放到荷兰当省长省委书记 又去辽宁当了省委书记 可以说胡锦涛培养他作为接班人的这个意图啊 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因为江泽民的派系当时还比较强大啊 江派当然不愿意让团派来做主导 所以呢就推出了当时既不属于江派也不属于团派的红二代 习近平作为接班的人选 作为两个派系妥协的结果 最终啊 习近平就被定为接班人 作为补偿呢 李克强啊 只能退而求其次 作为二把手总理的人选 2007年的10月 他和习近平一起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 搭档接班 最终啊 在2012年 习近平顺利登基 而李克强呢 也当上了总理 李克强作为一个学经济出身的人 从他以往的施政理念上来看 西方的媒体啊 普遍认为他属于自由派 2007年啊 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 就告诉来访的美国驻华大使 他更喜欢通过三个指标来追踪经济的动向 一是铁路的货运量 二是用电量 三是银行的放贷量 这三个指标啊 后来也被称之为李克强指数 这说明啊 他确实是懂经济的 他当总理呢 在政策导向上啊 更重视市场的作用 强调让市场主体更好的发挥职能 比如2013年啊 他就提出了减少行政审批的理念 2015年呢 又提出了放管服务的改革概念 2018年又提出了 六个一改革 主要的目的啊 都是放开行政审批 强化市场配置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减政放权 同时呢 李克强啊 比较重视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他提出了互联网家 重视创新 提出了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在制造业领域呢 也是他首先提出中国制造 2025的战略 总而言之啊 李克强施政的主要思路啊 他的核心呢 都是向市场放权让利 虽然这些措施啊 并没有触及中共的体制改革的根本 但是在习近平大开倒车的情况下 这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 所以西方媒体啊 对于他的评价普遍比较正面 认为李克强是中共高层 少数几个有比较高的经济素养的 但中共那个体制啊 几十年来的历史都说明啊 他是容不下想干事能干事的人的 李克强遇上习近平这种毛泽东以后 中共最狠的独裁者啊 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李克强当总理这十年啊 被大家称之为史上最弱的总理 这么说呢完全是事实 因为他和前任温家宝比起来啊 存在感确实太差了 无论是权力还是影响 几乎可以说啊 和温家宝不可比较 造成这种原因呢 当然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啊 虽然本身无德又无才 但是不得不说啊 他吃透了中共这个体制的死血 把权力斗争啊 发挥到了极致 一朝炫吃变天 用反腐这种台面上 谁都无法反对的手段 实现他个人台面下的目的 一步一步的啊 把党内的各种派系啊 都给收拾了 习近平能够顺利实现 极权的目标啊 跟中共之前的江派团派 以及红二代派系 严重的制约和内耗啊 有直接的关系 使得习近平这种不讲规则 手段狠辣的人啊 能够像毛泽东一样啊 拉一派 打一派 再拉一派 前面的全部斗倒 习近平之所以敢推倒 党内的潜规则 当一个狠角色 跟他之前的生存环境啊 有关系 他作为一个无人之辈啊 在上台之前不被大家看好 甚至在准备接班的时候啊 还差点被薄熙来和周永康的政变给废了 要不是有胡锦涛和温家宝 为他提前搞掉了薄熙来啊 习近平能不能顺利接班啊 都要打个问号 这种不安全的情况下 他上台天天提斗争 不择手段的巩固自己的权利啊 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习近平看来啊 最安全的方式 就是搞掉所有台面和台下的对手 在这种情况下 知识分子出身的李克强 在权术的理解方面啊 可以说相比之下 差得有点远 甚至可以说啊 从李克强的表现来看啊 他根本就没有料到 习近平在权力斗争上的策略和目的 他一路在胡锦涛的庇护和培养之下 顺风顺水 身后还有一个貌似很强大的团派作为后盾 可以说啊 在上台之前 李克强啊 恐怕都没有太多的危机意识 也没有相应的权力手腕 一个政治家啊 尤其是一个极权体制中的政治家 懂得权力的手腕 有些时候啊 比懂得业务更重要 习近平啊 派人去李克强的脑窝 辽宁 查什么人大会选之类的事情啊 其实啊 就是要公开抓李克强以前的把柄 在这种危机之下 李克强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派系优势 步步退缩 到最后啊 无力反抗 而习近平呢 则步步紧逼 用成立各种党的领导小组的方式 完全架空了国务院的各项职能 把李克强啊 彻底变成了一个虚项 特别是李克强的大秘 原来的国务院办公厅的秘书长杨金 居然被立案审查 这其实啊 就是习近平用反腐的老招数 公开敲打和要挟李克强 作为团派职位最高 权力最大的人 李克强啊 居然没有采取像样的反击 让团派啊 一盘散沙 显示出啊 确实在权力斗争上啊 插习近平这种流氓一筹啊 中共的党内斗争啊 一向都是你死我活 从来没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说法啊 谁流氓谁就笑到最后 李克强这方面啊不如习近平啊 也就注定了失去权力的结局 当然啊 要说李克强对习近平一点反抗都没有 那显然不是事实 只是啊 这些反抗都太弱了 来得太晚了 不仅没有撼动习近平 反而加快了习近平啊 搞垮李克强的步伐 2021年的2月 习近平召开全国脱贫攻坚 总结表彰大会 对外宣布啊 中国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啊 已经全部脱贫了 这牛逼还没吹完呢 结果啊 2020年的5月 李克强啊 却在全国人大闭幕后的记者会上 唱起了反调 他说啊 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 也就1000块 这句话可以说是语惊试作 虽然大家都知道 习近平脱贫的那些攻击啊 是吹牛 但是敢公开识破这个谎言 打习近平的脸的 也只有李克强了 在2022年8月啊 李克强在视察深圳的时候啊 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啊 改革开放不会停顿 长江黄河不会倒流 之后呢 他又去莲花山祭拜邓小平 呼吁发扬拓荒牛的精神 杀出改革开放的一条血路 习近平上台以来啊 一直在公开的弱化邓小平 甚至连改革开放都不怎么提啦 李克强在深圳说这个话 可想而知对于习近平来说 得有多么恨他呀 这是和他公开唱对台戏啊 果不其然啊 随后李克强在深圳的活动啊 被中宣部和网信办全部删了 一个国家的总理 名义上的二把手 他工作视察的讲话 居然被全网封杀 这也算是极权政治的一大特色了 更要命的是啊 在今年的3月3号 也就是李克强卸任总理的前两天 他在和国务院的工作人员 最后一次告别的时候啊 在讲话中突然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人在座 天在看 苍天有眼 这句话 寒沙摄影的意味就非常强啊 语气也非常重了 当时被外媒报道出来之后啊 就引起了很多的猜测 虽然李克强的话 在我们这些旁观者看来啊 都没啥 都是一些拐弯抹角的大实话 甚至是老吊虫谈 但是习近平就不一样了 以他牙齿必报小肚鸡肠的秉性 李克强这种近乎于公开唱对台戏的说法 这就是公开挑战他的领袖权威啊 所以他不可能手软 即便是李克强已经下台 他的脑部下 贵州省委数据孙志刚 依然被调查 还有李克强以前提拔的一些官员 甚至是在辽宁的时期提拔的一些官员 都陆续被查 这就说明啊 习近平根本就没打算放过 卸任的李克强 最近一段时间啊 习近平又在查国家烟草局的局长 据说啊 这个就跟李克强的弟弟有关 所以啊 以习近平的这种秉性 和他实际上采用的手段 李克强在得罪他之后啊 很难善终啊 是在意料之中的 只是大家都没有想到 这个结局来得这么快 这么突然 那么李克强之死 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会不会如习近平所愿 再一次达到打击对手的目的呢 大家知道 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执政危机 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 起因啊 就是胡耀邦之死 胡耀邦作为中共党内罕见的开明派 80年代的政治改革的操盘手 他无论在党内还是在人民中啊 声望都非常高 虽然他因为触动了元老的利益 被邓小平拉下了台 但是啊 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所以在胡耀邦1989年4月 因为新赵命突发而去世之后 很多中国人 特别是北京的学生 自发的组织了对他的悼念活动 这种悼念活动 最终又引发了大家对于邓小平 李鹏等保守势力的不满 最终啊 越演越烈 成为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 这个事儿虽然最终在中共的坦克的碾压下失败了 但是啊 他至今都还在对中共的执政的合法性啊 产生影响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啊 胡耀邦之死 对于中共的影响啊 到今天都还没有消除 实事求是的说啊 虽然李克强在声望和政绩上 比不上胡耀邦 和胡耀邦还差一个档次 但是目前在中国万马齐鹰的这种环境中 因为有习近平这个混世魔王的存在 李克强这种真正懂干事 不折腾的温和派啊 相比之下啊 那就显得很难得了 出于对习近平倒行立施的愤恨 大部分中国人啊 对于李克强的遭遇呢 普遍抱有同情 也就不足为怪 所以之前有一个著名的谣言 习下理上 虽然是一个谣言啊 但是也是反映了中国人 希望李克强能够力挽狂澜 取代习近平的这种愿望 毕竟啊 在矮个子中选高个的话 那么李克强啊 类似要比习近平强多了 在目前中共的高层领导里面啊 尤其是团派的领导里面 无论是汪洋还是胡春华 在声望上啊 都不及李克强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也恰恰是这一点 导致了今天这个结果 一个牙齿必报 小肚鸡肠的毒夫啊 他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台面上或者台面下的对手的 哪怕这个对手啊 已经失势 只要他还具有那么一点 超越毒夫的声望和名誉 那么就意味着 他依然是一个潜在的对手和威胁 尤其是还有习下理上 这种谣言的背景之下 正常人是不会当真啊 但是毒夫会 习近平连他自己提拔的人 都要清洗 何况是那些曾经的对手呢 我是不喜欢讲阴谋论的啊 但是李克强今天这个事啊 实在是让人难以相信 是个意外 同时啊 站在目前国内局势的角度啊 这个事会引发什么样的变局 尤其是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悼念 胡耀邦的事件 需要特别的留心和观察 因为目前啊 从我看到的国内的朋友圈的情况来看 几乎是一面倒的悼念 那种隐藏在悼念中的名分啊 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了 历史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啊 有些人啊 从来不会从历史中习取教训 所以啊 有些历史总是会循环的发生 那么这一次 是简单的重复 还是别有新意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二爷故事 咱们下期见